阿娇晒后被赵全身血红惨不忍睹,粉丝提醒,严重会导致肾衰竭,为了老公太拼了。 说起阿娇,大家都对她不陌生吧?当年与阿娇组成tweeney组合也是风靡的大江南北,在娱乐圈圈得一波粉丝。 然而却因为当年的一些照片导致人奢崩塌,随后娱乐圈事业也是全面告庭。 谈及阿娇的爱情,也不是特别顺利,貌似她总是能遇到很多渣男。 多短爱情的实力甚至让她对爱情有些迷茫,更是在节目中直言自己很想嫁人。 不过好在2017年她的白马王子出现了,台湾网红医生赖洪国真的会是她的最终归属吗? 赖先生貌似之前也有不少的前科,不过阿娇却坦言不介意,如今两人已经成功订婚,貌似婚妻有望。 据港媒介组,阿娇这个春节前往南方家一同度过,看来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 随后2月26日凌晨,阿娇深夜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一张图片,并配文,这是人的背吗? 太夸张了,整块皮好像给撕掉了一样,痛到爆炸。 随后该照片更是吓坏了不少粉丝,网友纷纷直言你难道不疼吗?为了生孩子也是拼了。 从图片可以看出是阿娇刚刚找中医做完瓜沙,之前阿娇就谈及很喜欢小孩,看来他也是开始为生孩子努力养好身体了呀。 看来他对赖红国是真爱,愿意为这个男人生儿育女。希望赖先生不要辜负善良的阿娇啊。 阿娇为生孩子找中医瓜沙,深夜晒后被吓坏粉丝,为了生孩子也是拼了。 对此,你是否看好赖红国和阿娇中心童的恋情呢? 参考来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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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考来源。